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本来只是做音频的 现在都开始做视频了 所以音频视频不分家 而且明显的就视频的体量会比音频大很多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来开始谈这个更多的在这种灯光音响展上面谈更多的这个视频方面的这些内容 那我本身呢 我是做IT的 那有两个身份一方面呢 我是做AV over IP嘛 大家都说现在是个AV over IP的世界 那我是做IP的 那我是跟大家分享 我是从这个IP或者说IT的这个角度 怎么去看这个AV over IP的这些视频编辑码的这种技术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是本身是这个SDVOE的这个联盟的 就其中的一个AV over IP技术的联盟的中国区的负责人 那么我们也跟大家可以讲更多的关于SDVOE的细节 那如果大家对其他的一些技术会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以更多的私下的来讨论 今天我会花一半的时间吧 跟大家把目前的市场上面主流的这些音频视频 就视频类的那个编辑码技术大概都过一下 那么这是现在的一些 今天我们的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内容好不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个话题呢 就昨天我们主要跟那个跟Ken跟赵老师 他们呢就有一个主题 就是在谈这个万物互联或者是说云化 那现在我们其实包括的就是三个云嘛 一个呢就是音视频的那个AV的云 就是我们叫业务云 那这个云呢现在基本上做不了 那么另外一 因为为什么做不了呢 因为流量太大 那个音视频的这个数据流呢 比传统的所有的你看到的这些 我们以往的那个物联网的数据流呢 都大都难做 那么这是第一个比较难的叫AV的业务云 那么很难做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管理的云 那么现在是各个AV厂商 你们这次去逛的时候呢 基本上看到的大家都在做管理云 谁都拿一个iPad 一个手机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个管理的 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些AI的一个云 什么深度学习啊 然后什么网上一点的你的那个 一些人工智能啊 这些东西呢就把它算在这里面 那么这是现在这三个的情况 但是不管这三个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趋势 就是现在的整个的音频和视频 那么全部都是在网织上面切 而且呢就是现在视频的那个体量呢 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的绝大部分 音频反而变得不是特别重要 除了会议或者是说展览展示的这种情况下 在其他的那个领域里面呢 你会看到视频的占比 已经变到那个全全个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面 买车弹什么弹屏幕 然后你买你去那个机场看广告牌 看什么看屏幕 然后你去那个各个地方里面 像我们今天一进来我们说 啊这是我们一进来这个会场 你就会说啊这绝对是灯光音响展 这一定不是LED展 因为这个LED做的不行吗 你看一看这么这么粗的那个力度 对不对一看就搞灯光音响的 就不是搞那个LED的 不是搞视频的嘛 做视频的一定 现在对这种已经深恶痛绝了嘛 所以这整体上面来说呢 大家现在已经在这个视频的路上走得很远 那我们为什么一进去说 A和V一定要去做成这个IP呢 就现在大家都天天在这里看 AV over IP AV over IP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简单 你们去逛了这一圈就知道了 现在做硬件的这些公司 他们其实已经非常的那个成熟了 你们就去看嘛 有人可以做一件OEM 有国际的大牌子 他说啊我这个东西做的有 多么标准化定制化 国际大厂也可以做定制化 所以呢硬件上面已经成熟的 不能再成熟 虽然现在有那个芯片上面的 那个供货短缺的问题 但是呢这一方面呢 已经很成熟 那现在不成熟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了 管理的云三朵云里面 业务管理的云 我们的那个AI的云 我们的那个AV的本身的业务的云 那么这三个呢 要靠什么来做呢 要靠软件来做 所以呢 这个软件现在就会变成 对我们影响很大的东西 所以这是做软件定义 我们大家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通过软件 让标准的硬件 更多的硬件 融入到我们的软件系统里面来 那一旦融入到软件里面来 我们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算法 我可以算你的那个人员 跟随的那个摄像头转动 对不对 我可以跟你的那个 根据这个声音去做那个 语音识别的这种软件 对不对 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呢 现在在各个行业里面 新的应用都跟音视频有关 音视频一旦软件化了 它就可以做各种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大家在的这个世界呢 我们就做4K嘛 那我们现在要做4K的无损的画质 就4K60的4比4比4嘛 就这么一个世界 那么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为什么要有编码和解码这种技术 编解码技术其实 我回到头来就一句话 编解码技术就是要把4K的那个画质 4K的这个数据流 把它摁塞到一根那个网线里面去 这就是4K在做的 这编解码技术在做的这些事情 那现在为什么很难做呢 这个事情 因为4K以那根HDMI或者SDI线来说呢 基本上都是12G以上的 12G 18G 那么这是那个4K现在难做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要摁到一根网线里面去的话 网线大家都知道就千兆万兆40G 那么不同的那个带宽 它的那个成本不同 所以呢 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到很多技术 为什么这个市场上面有那么多的编解码技术呢 因为这些编解码技术要帮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要去选这种 那么每个编解码技术呢 其实你们去逛这个展会里面 有人做这种编解码技术 有人做那种编解码技术 其实说来说去 评估一个编解码技术 除了软件上面的问题 就是软件定义 软件定义 软件灵活度这个很重要 那么软件定义的这个 里面的三个核心参数呢 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 延时 就是你从编码到解码 到底中间要耗费掉额外的时间是有多大 就是你从那个视频源到输出端 那么你中间的这个时间 到底要耗掉多大 这个其实很重要 那么延时太大不行吗 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直播 我在这里讲 通过那个摄像头拍 然后在做中端看 那么他看到的那个画面呢 跟我的实际延时呢 到底有多大 当然这个无所谓了 就我们讲这种AV的这种时候 它的那个延时大一点 无所谓 但是讲股苹果说卖 你们这时候没卖 那么下一秒钟你们再去卖 那可能价格就差很多 对不对 所以延时对于很多应用来说 很重要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带宽 到底带宽有多大 其实不管现在大家认为5G到底有多普及都好 其实我们带宽还是很缺的 而且特别是这个互联网上面那端的那个带宽 你们大家都去传吗 就是说昨天我们在那边做那个直播一样 Kent老师在那个深圳的连线 那个赵老师在那个香港连线 然后我们在广州广场通过这个互联网上去连线 然后就做成一个三方的这种论坛 结果呢 那个就其中有一方带宽不行 结果那个画面就很糊嘛 所以带宽我们还是缺的 其实特别是要去支撑4K直播的带宽 这个带宽成本真的很高 那你怎么样在低带宽底下 去让这个画质好一点 就涉及到最后一项的那个标准参数 就是它的画质怎么样 那个画面的质量怎么样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4K的进来的画面 是不是能够有4K的边界码之后还有4K 床山互联网之后是不是还有4K 这些呢都是我们大家应该考虑的问题 所以评估一个边界码技术 到底是多牛还是多好 那么这时候呢就要看这三个维度的那个去评估 而现在这个市场上面 你们逛了这个展会也好 去逛Infocom也好 你们会发觉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技术能够是三方面都做得很好的 总是有缺失 所以呢这是我们现在对这些边界码技术的一个评估 那现在AV over IP的这种网络里面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呢 其实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啦 就无非就是边码和解码 那中间呢就用网线给连起来 这其实就是一个AV over IP的一个网络了 就已经可以了 那这个网络里面呢 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编码和解码呢 其实就在我们的这一端 你的视频源 你的编码进来了之后 照到那个显示那一端把它解出来 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网络 那在这个网络里面 不管是音频还是视频 不管是什么样的视频的编解码的技术 它遵循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逻辑 那么这个逻辑里面呢就有不同的那个阵营在这里面 那从视频的角度来说呢 现在大家会看到这整个市场底下 从那个带宽的角度上 因为我是做交换机的 我从带宽的角度跟大家梳理 那么现在会大概就出现这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呢就认为 我利用现有的比较便宜的 EG的网络来做 那么你会看到H.264的H.265的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这个很坦白的讲 但是呢 264和265呢 这是非常普及的 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摄像机啊 什么的都是这种技术 然后还有VC2的JPEG 然后SDVOE的这种呢 就是我们是转向去做10G 我们认为带宽会越来越便宜 那么你现在去转更高的画质 去保别的东西 刚刚在那三角里面呢 是用10G的就牺牲了它的带宽资源 那么但是换回来的就更高的那个画质 而如果说你是用那个1G的这种技术的话 你可能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带宽 那么你牺牲了别的画质之类的 或者延时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 不管哪个阵营呢 现在都是很好用的 在这个上 根据不同的需求 每个阵营它都有自己的那个 一亩三分地的非常适合的场子 所以呢 大家在想这些技术的时候呢 真的就包括我自己本身 我是负责SDVOE在中国推广 但是呢 我也跟大家说 SDVOE也不是万能的 每个技术都有它适合的地方 和不适合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呢 要融合 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去谈的 关于这个我们往视频的AV over IP网络里面 去走的一个方向 那总体上面来说呢 我们所谓的编解码 编解码 其实说白了什么是编解码 编解码是数学家搞出来的东西 然后以芯片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么我们的那个采集完了之后 我们不是变成HDMI或者SDI吗 完了之后就有一颗芯片 给你去做编码 编码完了之后呢 再把它解码 解码之后再输出来 所以这个中间呢 这个数学的算法做完了之后呢 它总是可能会有缺失 可能总是有一定的损失 或者是一定的那个时间的那个代价 这类似于我们自己平时 在两台电脑之间传一个压缩文件 一个ZIP或者一个WIN IR之类的 我在我这边压缩 然后传到你那边去 那么你这边再解压缩 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编解码 这里面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 那么我现在在这里面呢 就跟大家先去区分开另外一个概念 可能大家做音频多的 可能大家那个不会太多接触视频的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概念要先跟封装格式 先给区分开 很多人以为啊 你是265的 那你这个到底是AVI的 还是不是AVI的 你是MP4的 那你是不是265的 这两个事情不是一回事 所以很多人把那个封装格式 跟那个编解码技术搞混 我这张PPT的意思 是告诉大家要区分 封装格式和编解码技术 这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 你不会在你的电脑上面 见到有一个文件的后缀名 叫H.265吧 你们不会见到有这种文件吧 但是你们电脑上的文件是什么呢 AVI吧 MP4吧 MOV吧 所以你在电脑上 以文件形式呈现的那些呢 叫封装格式 因为它把它最后封成一个文件了 那这个封装格式底下呢 它里面它是有不同的那个嵌套 那么编解码的时候是干嘛 是这个流里面 你是怎么编码和解码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先区分开 有很多人就是说 玩视频 或者说刚进入视频这个领域里面 包括我自己 我不是说取笑大家 就是我自己也曾经这样 我以为这两个是同一个事情 不是的 这种是叫封装格式 跟编解码不是一样回事 那么如果从那个业务逻辑上面来说 封装跟编解码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你的那个封装完了之后 再去编解码 所以在传了之后 最后又再把它重新也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业务逻辑大家要明白 所以我们谈音视频的时候 我们这类做传输的人 我们更多谈的不是封装格式 我们更多谈的是编码和解码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们接下来在谈的这些话题 都是编码和解码的这一部分的内容 而不是说在那个封装格式 封装格式是有很多人去做 但是这不是我们做这个传输的这拨人的主要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你现在买一个小米盒子对不对 买个小米盒子回来的话 你小米盒子你要播放什么文件呢 不是264不是265对不对 你要那个小米盒子有个U盘 你要拿什么去播呢 你要拿个MP4的文件插到那个小米盒子上面 它就能够播 那小米盒子通过WiFi连进来去传的过程中 它用什么呢 用264和265了 所以这是大家要明白这个中间的其中的那个逻辑 所以这个逻辑搞清楚之后呢 很多事情就很容易去把它理解 那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比较脑袋疼的问题 就是分辨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现在我们大家在谈了4K的 就是4K的这种分辨率呢 其实它的带宽还不一定是一样的 就我们在谈这个分辨率的时候 4K 4K是一个标准对不对 但问题是4K底下有很多的小的标准 你4K你可以是30帧 4K可以是60帧 比如说我们前年出了一部电影 叫做双子杀手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谁看过 当时科室可宣传的可风了 就做投影机电影投影机的那个科室 宣传的可风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 应该是为二的一部电影 是播放是以那个4K的120帧的那个画面去播的 所以我们现在老是说谈4K60 4K60就60帧嘛 但那部电影是120帧的 所以你们可以 现在估计很难有机会 如果等它重新上线或者说那个啥的话 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120帧的画面跟60帧的画面差别有多大 所以这些是对应的这一方面 但跟我们来说做传输的有什么关系呢 你的编码的那个视频源的那个画质 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那个带宽 所以这里面是一张那个带宽的表 所以大家要去知道 就是说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画质 用这些画质转换到带宽的原始带宽 到底有多大 在HDMI或者SDI的那根线里面 它占据的带宽到底有多大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就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的是什么 就你那个4K60 4比4比4 完整无损画质的话 它要吃掉多少带宽呢 要吃掉12GB的那个带宽 所以我们要非常好的编辑码技术 来处理这12GB的这个带宽的问题 那这里面呢 就会涉及到关于这个编辑码的这种标准 那这个标准底下呢 非常多 所以会比你们想象的多很多 那这里面我接下来 我挑几个 就目前在这个市场上面 比较主流的你们在这种展会 或者是Info.com上面会经常见到的 跟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我不会太细节的去说 那如果说大家到时候 对哪一个技术的细节 有更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会下私下来继续聊 那今天主要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 编辑码技术 现在大概就有这么多种 那么非常多了 所以我说它这个 它这个你们根本就看不清吧 会不会 反正凑合了 下面呢会有稍微大一点的字 所以我说是灯光音响展 不是LED展就这样 受不了 好 先说第一个 世界是打主流 整个世界放置中国 大部分的那个地方 都是有的这种技术 叫H.264对不对 你们现在见到的大量的监控 这整个监控的那个领域里面呢 就基本上都是跑的那个 264的这种标准了 那这264的这种标准了 这是一些标准的这些说法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呢 就是说而264在这个市场上面 发展的非常好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它的那个带宽非常小 264的压缩率巨高无比 所以呢 我们那个监控那么多的监控 你一个厂子里面 一两千台那个监控摄像机 你这个网络呢 你都可以去做这个融合 对不对 那么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264的这种技术呢 它里面它还分很多细节的 比如说你是做会议用 用的264 它的那个细节可以选 不同的那个264 你是做监控用的264 不一样的 你是做那个Zoom的 选的那个264的标准 和你去要去做那个 平时我们要做远程的桌面 控制的用的那个264 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这时候你就能够在这里面 选不同的那个264的 那个标准来用 但是不管怎么样 264它的那个压缩率巨高 那么它在这种压缩率下面呢 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小带宽网络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利用 因为我们大家带宽都不大 就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年纪跟我差不多的 反正我读大学那会儿呢 就是262转263的时代 就当时我记得 有那个暴风影音啊 那个什么那种终端 那种转件电脑上装的嘛 然后它就经常弹个框 要不然体验H.263呢 你就可以在你那个宿舍里面 很差劲的那个网络里面 体验高清的 720P的那个电影了 你就能够这么 就点263你就能够看720P 同样的道理 就它把它压得更好 那么你可以在你有限的带宽下 看更好的东西 那么这是264的这种技术 那264这种技术呢 中国是属于说跟随者 所以你们看到那个 大量的做监控的厂商 都是用了264 但是到了265的时候呢 不一样了哦 264的标准呢 我们那个基本上 中国在这个做265的时候呢 264是做1080P嘛 那265的时候 我们做到了4K 那么当我们去做4K的时候呢 265的这个标准呢 我们因为搞了264 搞了很多年 我们都懂了 所以呢265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做265的边界码芯片的大厂 叫海思 听说过吗 就如果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的话 那这个海思绝对是一个非常牛的大厂 那这个大厂干了两件很牛的事情 第一件事呢 它把那个265的边界码芯片做得很便宜 第二件事情呢 它的那个边界码芯片的功能很强大 又便宜 功能又强大 所以你的那个开发人员 不需要懂太多的东西 你就能够把它给用得很好 那相对来第三句话就是说 我们的研发人员 视频的边界码的研发人员呢 因为被海思惯坏了 所以呢你离开了海思之后呢 那个好一点 用别家的芯片呢就不太会搞了 就像你用惯了智能机给你个那个傻瓜机的时候 你就不太会玩了 用惯了那个智能那个相机 拿一个单反相机给你 你就不会玩的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本来这个事情没事 但是问题是海思现在产能不足 所以呢这就是导致了 现在你们见到的很多的H.265的方案 都很紧缺的原因的所在 就是大家的研发跟不上了 以前都是用海思拿来机用 用了就很强对不对 现在拿了人家的那个芯片来了 不一定能够用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H.265这个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比那个264的带宽更小 它的分辨率更高 能够去到4K 那么但是现在如果说不是用海思的芯片的话 就用了其他家的那个265的芯片的话 对研发人员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点 那么这是现在的一个 这个市场上面的局面所在 但是你去看这个会场里面呢 还是有很多的265的方案在 因为265的这个方案呢 还是真的是比其他的占用带宽更小 更加灵活等等的这些 会有很多的那个优势 那如果说那个265往下走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新一代的叫VCC 或者是VVC或者是那个叫266 那么266很快可能也会来了 但是现在因为芯片产能的各种问题啊 所以266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广泛而用之的标准 这个现在先打个问号在这里 因为以我们现在的产能的问题的话估计到了那个2024吧 那到2024的话可能这产能计解决这个266可能就会出来了等等吧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关于这个市场上另外一个主流 另外一个主流叫JPEG JPEG呢这是也是一个国际化组织 那么那个JPEG这种技术呢 其实大家一直以来都是从图像啊 从静态的图片啊 我们都一直都在用嘛 那它也有很多的那个视频标准 那现在JPEG的这种技术呢 给我们大家带来的那个好处是什么地方呢 就它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软件的可自己定义的东西 所以呢 现在的在市场上面的 你们见到的称自己作为自研的私有技术的所有的视频技术啊 就是你问人家说你是用什么技术 那么人家告诉你我是自己的私有的 八成是这玩意儿 因为呢 现在这玩意儿呢 它是给了大家很大的软件定义的自己去做设计的一个区间站 所以呢 如果说那个你是自己一家研发公司 要去做一个不是受制于别人芯片的一个东西的话呢 JPEG呢 就我们所俗称的JPEG2000呢 会是一个很好的那个选择 那现在所有的说私有的 不是264的 那很多的都是这个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国家的了 就现在我们的要去做 要制定标准嘛 那制定标准现在是这个 那这个AVS的这个标准呢 现在我们其实也已经起来了 也已经是有一定的那个应用点 那这个应用点呢 更多偏向也可能会在现在那个广电 或者机顶盒那个领域里面去推广 因为我们有强大的那个存量的市场嘛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要去自己去开发的一个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标准或者联盟呢 如果大家不是做大产业做广电系的话呢 这个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相信他就要关注他 因为他接下来有可能一夜之间就活起来 你知道了 我们这种有种至上而下的那种架构 很可能就一夜之间他就爆火了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国外的 国外的有现在有一个大厂联盟 大厂联盟就是做了一个叫AVS AVS的这个技术呢 他就真的是超级牛 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大厂家 那比如说是那个网飞 现在你们在去那个网上去看那个 那个你们看网飞吗 Netflix 就你们看网飞的话呢 那里面有很多就是用那个AVS的 那在这里面呢 这里面有一些中国的那个公司呢 他也参户以后在这个里面去 所以现在我们国内有一些手机 他也支持那个AVS的那个边界嘛 所以呢也是我们也参户在这里面去做了这一部分 但是这些呢就更多的偏向于互联网的流媒体的播放的这种 辩解码技术了 这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但是这种呢不是用于我们项目上面的用 就用于更多的用于那个流媒体播放的这种技术 那么你在这里面呢 你会发觉有很多中国的公司 你们是可以在那个手机里面找到AVS的编码 AVS的解码就等等的这些东西 所以呢在这个软件上面呢 你只要用网飞啊用YouTube啊那些呢 你就能够在上面体验到那个AVS的边界码 又流畅又好用 那但是呢这种就是说 兼容的人到底有多少 但是而且是在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那个流媒体播放的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边界码技术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SDVOE SDVOE这种呢是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这种叫SDVOE的这种技术呢 它本来就是以软件定义为出发点 所以呢它一上来的时候呢 它就说我带宽不考虑了 我直接就要一个无损的视频 我不管你的视频源是4K64比4比4 那我还原出来边界码之后呢 还是4K64比4比4 就刚刚说的那些呢它因为压缩什么的 那那个画质都会损耗 而且264 265那些画质损耗的特别厉害 SDVOE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我带宽不考虑了 我就刚刚还记得我们那三角吗 带宽延时和那个 SDVOE就是说我画质一定要最好 延时一定要最低 但是呢带宽我就不想了 我就不想了 那你带宽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所以呢做到最后呢 它就是非常好的画质 非常好的那个延时 就基本上是零延时 就那个它的延时有 这大概是那个零点几毫秒 那么这毫秒以下的零点几 就是它的那个延时非常低 那这时候通过这种技术呢 你就可以 我就可以很好的在这个 去做一些高端的应用 比如说医疗手术 你做手术的时候 现在不是说内窥镜吗 那你这种内窥手术的话 你这时候就不会受到 这种和延时的影响 你不能说我这边动到那边 没没动对不对 所以呢这种很关键的应用 指挥中心 主题乐园 等等的这些呢 就走那个纯粹的高端的 这种应用了 或者是说对那个家庭影院 要求到极致的那些高端的应用 就会用SDVOE的这种办法 那SDVOE的这种办法呢 其实说白了逻辑上面呢 也是那个编码和解码 然后通过那个网络去传输 但是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他对那个带宽 根本就不去做太多的考量 就利用了现在这个市场上面 主流的贵的方案 就是10G的方案 就万兆我们说的万兆的方案了 所以呢 他这时候呢 就会给这个带宽传输 带来很大的负担 那当然对于我卖交换机来说 我无所谓的 这样我更好卖贵的交换机嘛 但是实际上呢 从那个应用部署的角度上面来说呢 你这个网络的设计难度更高了 因为都是万兆 那你上行就要40G 100G 就是10万兆了 那如果说你的那个 中间的那个主播的那个控制呢 就更难了 你要节省更多的带宽 才能够给这么好的一个 边界码技术去用 所以呢 这在这个过程中呢 中间是有一个误判 这个误判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当时SDVOE出来的时候 是2016年 2016年SDVOE出来的时候呢 为什么采用了10G这种方案呢 因为当时预计三年内 就到2019年的时候呢 那个芯片产能就上来了 那个10G的成本就下降了 当时是这么一个 预判出来的一个方案 结果呢 2019年发生了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啦 然后贸易战对不对 然后2020年呢 就开始疫情到现在 一点一点那个啥都没有 结果呢那个芯片没降价 反而涨价 所以这些事情呢 就人算不如天算 在这种技术领域 其实也是一样的 当时其实按照那个摩尔定律 大家都知道 摩尔定律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的话 现在万兆肯定跟千兆差不多价格了 但是可惜 就是SDVOE在这一块呢 所以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高端方案呢 因为它的那个SDVOE自己的造价不低 那个中间的传输造价也不低 所以这中间都没降下来 所以这是变成一个高端的方案 不然的话呢 这绝对是现在能够把 这个市场上面席卷掉的一个很好的技术 所以呢 这里给大家做一些总结 我不详细说了 你们可以拍个照回去看一下 就是说 岩石刚刚才记得 我们谈来谈去 其实就几点 一个是岩石 一个是带宽 一个是画质 说来说去都是这样 那最后有一栏呢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 就是说S.264的那个方案的话呢 一般来说呢是什么 是用海丝用的多对不对 用海丝用的多 现在海丝没有了那怎么办 那你是用国外的哪个厂商 台湾的哪个厂商 那大家到时候根据自己的研发的能力 那么自己再去做评估 因为会海丝的工程师很多 会海丝的265的工程师很多 但是会其他的265的方案的工程师呢 并不见得有那么多 所以呢 这是一个蛮头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现在就第二个呢 就是JPG2000 JPG2000呢 就可以用自己的那个FPGA了嘛 你只要买FPGA回来 自己再去根据那个算法去编就可以了 那FPGA的大厂就赛林斯嘛 你们都知道那个赛林斯前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也知道 又被收购了 所以大家对这一方面的关注呢 就如果你选择第二个方案 就要去考虑这个FPGA的采购 但FPGA很好啦 就除了那个 没有说一两家独家垄断的这种地步 然后VC2的也是用FPGA SDVO呢 就是用那个SAMTECH的那个方案 但是呢 我这里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呢 就是说 选方案呢 不一定 四选一 或者五选一 或者说多少选一 真的不要选一 就大家在这个做音视频 就是说做这个编码解码的时候呢 刚刚你们都看到 每一种技术呢 都有好有不好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呢 是根据场景去选合适的 那个编解码技术 所以呢 更多的去做融合 更多的去做这个 我们的整合 这才是我们作为方案上 要去干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上面 就有很多的那个 双引擎的这种设备 双引擎的设备是什么呢 就是融合了SDVOA的高画质 和265的那个 这种低带宽 这两种一结合呢 我在医疗里面 在医疗领域里面 大家都知道做手术的时候 一定是要原画质 你跟那个内窥镜拍到的画面 跟那个医生看到的画面 一定要保持高筑一致的 这个是做手术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吧 对不对 拍出来不一样 有阴影什么的那些就不行了 那这时候呢 这是SDVOA的强项 但是问题是SDVOA 没办法做远程医疗 你要给 找个院士帮你看一下 你这画面怎么传过去 我10个G 怎么去通过音音商传过去 传不过 所以这时候呢 你只能把画面出来了 经过SDVOA收到了之后呢 我再把它融合成 265 把265再送到远端去 这样才是可以嘛 不然的话 你5G再怎么发展 发展到6G都没用 所以呢 一定要在这种情况下 去做一些融合 那么现在的融合 也包括很多 点 比如说今天 咱们这个会场 做直播的 做流媒体的 刚刚有一个技术 我们没跟你们大家说到 就是说 边界码技术 除了我们刚刚 说的这些之外呢 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 比如说现在流媒体 做得很火的 NDI 你们听说过吗 NDI你们没听说 那你们如果没听说过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被Andy打 那个你们可以去那里保龄 就单体专区有那个保龄在嘛 保龄你知道吗 Balling 就你们去那个 单体专区找保龄 然后他们今天 展的全是单体AV的东西 但是保龄这家公司的那个 强项是做NDI的东西 单体AV是 作为一个 那个新的方案的尝试 所以呢 那里长的都是单体AV的东西 但是呢 NDI是现在做这个流媒体推送 最好的一个 那个 应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技术 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一些 直播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更多的用的是 NDI的这种东西 那么所以呢 大家可以多去关注这一方面 上面的内容 不要说那个 用了265你就不用那个NDI 或者说用了JPG 你就不要用那个当体AV 都可以评估 因为每一个技术都有自己不同的东西 甚至你们可以去看看当体AV 当体做音频做了这么多年对不对 然后现在突然之间 砰的一下子就做了一个当体AV出来 那当体AV是属于里面的哪一种呢 你们自己想想 大概这个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用了那个JPG2000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JPG2000的短板在这个地方吗 就它的延时还是高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解的 有解决方法 就比如说你用更高端的芯片 你不要用那个FPGA的芯片 你用那个 叫叫叫叫叫叫叫 INTELPIX的那个芯片 那么这时候你的那个延时 啪的一下子掉一半 所以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那个当体AV 那它用这个INTELPIX给你做 那你的那个成本高一点 但是呢 你的那个延时呢 就会低一半 所以呢 这是很多种方案的整合 所以大家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要多方面的去想这些问题 而不要说 太局限于我们自己看到的 我们怎么 就逛长会我们更多的目的呢 让大家更开放 更open的去找这些方案 那么这些方案 其实之间呢 也能够互相整合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 在考虑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里给大家做一下 那个总结啊 就首先呢 AV over IP呢 就是以后都是IP的啦 现在做来做去 以后肯定都是IP 那么 编解码技术呢 一个都是搞不好 那个 没有一个技术 能够打遍天下的啦 所以呢 更多的方案 我们看到的双引擎的 这种一加一的这种方案 这种兼容性的方案呢 可能会是未来的 那个 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就你可能用了265加上NDI 或者265加上 当体AV 265加上那个 SDVoE 反正这种各种融合 或者SDVoE加NDI 等等的这些 那么这是一个方向 然后呢 265现在还是在高速的增长 所以 现在大家进265的这个市场呢 还是有的玩 那么这我们看到 266的话呢 不一定 因为现在芯片的这个 开发的速度 真的大家比较堪忧 或者是说 要么是直接转成 刚刚我们说的 那些互联网大厂 推的AV1的这种技术 那么或者是说 那个 其他的吧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 SDVoE的还有其他的这些各种 融合的这种方案 所以呢 大家在这个领域底下呢 我们就更多的 多去关注这个市场上面 那好了 那讲完刚刚刚这个的 就是这个 编辑码的这种技术 那么编辑码的这个技术 往下走呢 我们就看 就是说 编辑码刚刚刚那么多技术呢 其实对那个 IP网络的那个要求 也是相当高 那你这个 这个IP网络到底有什么要求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 现在 在这个市场上面 它的那个增长的交换机呢 就用在AV上面的 那个交换机的增长呢 其实 10G是增长的会比较快一点 就用10G方案的 或者说带10G方案的 那种交换机呢 会增长的快一点 那1G交换机呢 其实没停滞 没下跌 还在涨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 你不管用哪种编辑码的技术 你的那个交换机呢 都不会停产 因为很多时候 以前做音频的一些 客户呢 他们就很多时候 做着做着 摆造交换机就不做了嘛 对不对 但现在没有 现在你看到的 就是这个 10G的 1G的这种方案呢 都还在不停的那个增长 那么在一个增长下面呢 就在这个增长下面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 现在已经是那个 AV over IP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发展点了 那么这几个发展点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说 一个是这个 现在用户的需求呢 现在所有的客户 你们看现在 不管是医院发出来的标 指挥中心的标 各种那个 用户需求一提出来呢 全部都是那个 AV over IP的这个方案了 用户现在很懂 能够用IP的 绝不不用那个 传统矩阵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有一些 还在推传统矩阵的 因为推的那个人 本身不太懂 所以他就跟客户说 举证多稳定多稳定 对不对 那么用户需求有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厂商 就现在的那个厂商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 A10 就A10这公司 大家都知道嘛 这么大一家公司 就跟大家说 我那个 我做举证做这么多年 IP没什么意思 结果呢 就去年一把 开了三四个 那个AV over IP的案子 扛不住了嘛 这个逻辑呢 有点像现在的 汽车厂商 做电车一样 你知道吗 你以为 那个 我以来 咬着那个发动机的优势 我就不做那个电车 结果一看 好像不太行 电车还得做 对不对 这逻辑其实一样 所以你现在去看这个 会场的时候 你会有这种明显的感觉 每个厂商呢 他都会有很好的那个 AV over IP的方案 那么接下来呢 一个就是 那个网络的这个方案 就不管你 1G的 10G的 这些基础架构的 这些东西呢 现在也很成熟 包括我们做这个 远端互联的 5G的这种技术呢 其实现在也很好 所以呢 这种网络传输这一端的 那个基础架构 没问题 那么最后呢 就是关于这个 内容 内容现在 至少就是说 有很多 像广东省的这种电视台 或者说其他 现在拍那个电视的时候呢 加上这种 新的这种媒体 什么 腾讯 爱奇艺这些公司呢 在拍这些视频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都已经是 拍了那个4K的 或者是 至少 至少就是那个 2K 4K混合拍嘛 就同时双机位拍 所以呢 内容现在也不缺 我们很多时候就跟客户说 我们以前就会跟客户说 你有个4K电视有什么用 内容又没4K的 现在你去看 哪会还没4K的 对不对 就现在那个 蜘蛛侠还没上映 蜘蛛侠3还没上映 网上都一堆4K的 那个资源了 对不对 所以 这是现在的那个内容的 方面的 不用太多的考虑 包括那个摄像机 你们去看现在的 那种摄像机 后面那几台 估计不是4K的 但是宝林那展位上面 很多摄像机 其实都已经是 4K的这种画面 所以 4K现在也是一个 这方面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内容生产 已经成熟了 就很多内容 然后呢 接下来要解决的 就是几个问题 就对应回我们 刚刚说的边界码技术 如果说 我们采用的是 那个264或者265的 这种边界码技术 那这时候还是要 回答这四个问题 我们刚刚说了嘛 画质 那个延时 还有那个带宽嘛 那相对来说呢 我们从网络的角度 我们要去解决的 也是差不多 这么一个要求 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去解决的要求 除了刚刚说的一些之外呢 还有一个 就是音频和视频的里面 都有一个 更多的对准的玩意 叫时钟 那么现在 在那个264和265 这个方向上面呢 带宽 很小吧 我们刚刚说了 那个265带宽多大 你们都做了小超 那么那个 265的带宽 现在对这个网络来说 完全没有 额外的那个要求 那延时呢 延时265 对这个网络交换机的延时呢 它也没有太高的 那个要求 几乎接近零 那么时钟呢 也不需要 所以呢 汇聚的带宽 只是千兆的一个网络 或者是说 时居的网络呢 已经足够去传 非常多的那个265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刚刚说的 现在的监控的 几千路的一个监控的 一个安防的 这么一个项目 对交换机 几乎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 要求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基础真的很好 不太挑这个基础架构 上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这个264和265 不管是再大的网络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 都能够很容易解决 它的网络基础架构的 搭建的问题 所以这是那个 264和265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 那个JPEG 2000 JPEG 2000呢 这种技术 开始有点要求了 因为JPEG 2000呢 它的那个4K的画面的话呢 一路大概要去到 800兆左右 就800兆就接近 就0.8个G 那么所以呢 这时候呢 对上行带宽的要求 就开始变多起来 那么以前 我们设计交换机 或者说设计网络的时候呢 就一个24口交换机 你以为它24口 全部都可以传输的 其实不是 那赌的是4比1 就四个口 能够对应一个上行 所以呢 你的那个上行带宽呢 就不够 所以呢 这时候你的那个 做JPEG 2000的 这种方案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带宽要求 接入那端一定没问题 因为1G的网络 去接入800兆的那个 JPEG 2000带宽呢 一定够 但是呢 最后一点 那个汇聚的带宽 你有那个10路上去 就800 那个800兆乘10 那就是8个G 那8个G的带宽呢 这时候对上行的 那个带宽呢 要求就非常高 所以呢 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 那那个延时方面呢 没有太多的要求 因为JPEG的话 我们刚刚说了 JPEG 2000的那个延时 大概是那个 30毫秒左右 就像当体AV这种 能够做到16毫秒 或者是说 快四充的NVX 能够做到那个16毫秒 但是呢 16毫秒对于一个交换机来说呢 都是那个 1毫秒 2毫秒的这种 普通的交换机的延时呢 也足以去处理 他们这么一个 一个延时的需求 那时钟也没有 特别的时钟要求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对JPEG 2000这种方案 总结一句话呢 他就对上行的 汇聚带宽的性能呢 也一定要有保障 你的汇聚带宽不行呢 就等于堵车 就跟我们每天这个掌管 一到那个 5点半闭管的时候 大家往上冲 那个感觉一样 一堵车的话呢 你的那个画面呢 就出不去了 所以呢 这是JPEG 2000的 要考虑的最严肃的 就是在这个汇聚层的带宽 那那个单体AV 单体AV它有更高的 那个更具体的 那个要求 它就是说 你的带宽 它也是 你们看出来没有 单体AV就是 基于什么做的 就基于JPEG 2000做的嘛 它的带宽跟 那个JPEG 2000一样 800兆 然后它的延时呢 我们刚刚说了 30毫秒要降到 8毫秒怎么做 就用好一点的芯片 因为编码解码 本身的那个核心问题 就是数学算法嘛 就是数学算法 所以你的那个 普通的FPGA 做得出来的是 16到30毫秒 那我要提升提速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用Interpex做嘛 我选了一颗更好的芯片 来快速的处理这个问题 包括那个快思冲的 那个MVX 350 360 那两款呢 也是用Interpex的 那个芯片做的 它的那个延时呢 就能够去到 8毫秒到16毫秒 那就是取决于 它是那个 4K30或者4K60 4K30的时候 就是那个 16毫秒 所以呢 它的那个延时值就很低 但是呢 当铁因为它是 那个音频起家的公司 音频起家的公司呢 它对时钟校准 有着非常 那个与生俱来的那种 要求 所以呢 它这时候要支持 你的交换机 要支持PTP时钟 你没有时钟对准的话呢 他们觉得啊 就他们觉得 那个音频和视频呢 怕对不上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一定要把那个 时钟卡进去 所以你对于这个交换机 不支持PTP的话呢 不行 一定不能用 所以呢 这时候就一定要PTP时钟 那相对来说呢 上行的带宽呢 也需要去到 10个G的那个 上行带宽 那么这是那个 单体AV的 所以呢 在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去那个 展区那里去看一下 就今天那个 那个单体AV 那里已经有展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么这是 代表了业界 现在JPEG2000的 最高标准了 基本上 就跟快思聪 那个是一样的标准 所以如果JPEG2000 能够做到 什么样的延时和画质 你们去看那个 单体AV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SDVOE SDVOE这种 就惨绝人寰的带宽要求了 就那个 一路带宽就要求 9.5个G 9.5个G 然后剩下的那个 500兆不是说 500麦不是说 我空出来的 而是说 我已经预留给 预留好了 你要留给我用 我是留来给我的那个 时钟传输 USB 串口那些用的 所以SDVOE的带宽 10个G 基本上全吃完了 所以在这方面的 那个要求就很低 那对交换机要求就超高 那这里面另外一个 延时的要求 就我们刚刚说的 就整个SDVOE的系统 整个加起来 不管你中间经过多少集 它的那个系统最多 就是100微秒 也就是0.1的毫秒 所以它的那个延时呢 在那个医疗手术啊 就包括我们做KVM的时候 拖鼠标的那种动作 完全是没有的 那个感觉 所以它的那个延时呢 几乎就是说 从那个人的体验感来说呢 基本上就零延时 那它的那个 时钟呢 就完全压在那个 SDVOE数据流里面 那么也是不需要 有额外的时钟要求 但是那个汇聚带宽 就非常惨 那个你知道 就一路接入带宽 就9.5个G 或者10个G的话呢 你的那个汇聚带宽 40G的那种 高端的交换机 那么你也只能传4路 同时 那么如果你要传 10路的汇聚的话 那么你现在的那个带宽 就要去到100个G 那你才能够传10路 那100G的交换机 在这个市场上面 应该不太多见 而且那个价格 也不见得很友好 这也就是当时SDVOE 对这个市场预判 和这个疫情冲击的时候 双面带来的这个结果 就是现在看到的 本来你可以现在便宜的 买到100G交换机的 但没有 这个100G交换机 相比SDVOE面试的 2017年的时候 没有降价 反而涨价 所以这是现在 我们脑袋最疼的问题 当然对我来说 我无所谓 反正大家爱买 我还是有的卖 价格高一点 我的业绩比较容易完成 对不对 但实际上面来说 就从这个方案的 普及上面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 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现在只有高端的方案 会用到SDVOE的这种 那接下来呢 就是说 这种音视频的这种 网络的应用的话 从我们做交换机的角度 就刚刚有说的那么多 单体AVSDVOE JPEG H.264 265 那么我们的想法是 我们做一个交换机 那么可以出来之后 给大家去集插集用 中间的那些 对交换机每一种技术的 要求不同的 那个编辑码技术 你们大家就不要太去 花太多时间去关注 那里面的内容 那么你接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去 集插集用 那我们的终极目标 是你接进来 我就能够识别 你是单体AV 还是264 还是SDVOE 完了之后 给你做好配置 但是现在做不到 现在只能你自己手动去选 你选你接进来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现在呢 就做了一个专门的 那个AV的UI 那么这里字太小 你们可能看不清楚 就是说 我的那个交换机里面呢 现在基本上就是说 根据现在的大部分的编解码技术 包括那个音频和视频 都已经是全部给你做好了 你接进来呢 如果你是QSC的 就是现在你们去看那个 当铁装去那个QSC的 它里面的那台交换机呢 选的就是这个参数 就选了它QSC的 这真的不行 这真的灯光音响长 下次LED要搞好点 就 这里写着QSC 然后呢 这里就是那个 我站这么近都看不清楚 就视频加上QSC的音频 那么这是 这是一种选择 然后还有很多 其他的那个选择 大家如果 待会有兴趣过去那边看嘛 这里不要考验你们的眼神了 我觉得这个很难 就有那个AVB的 就AVB的那个技术 你就选AVB的那个 那么你就要针对每个端口 选你要接的那个设备 就可以了 你这个端口选红色的 那你是接那个什么的 这个大一点 所以 你有看到你是那个视频的 加上AES67的 那你就选视频的咯 然后如果你是那个 音频的AVB的 那你就选AVB的咯 然后如果你是苏耳的 你就选苏耳的咯 甚至有一些品牌 你看 你看像这里 这里是有那个 那个 苏耳音频的 那你就选苏耳音频的了 所以我们更多的去想 把这些东西的 做的自动化一点 那你就可以把它 接进去之后呢 就不要再去想 岩石怎么做 主播怎么做 你的汇聚怎么做 就不要选这么 想这么多 复杂的东西 你就接进来之后呢 立马就能够用上 那么这里 给大家看一个 简单的那个例子 就是说你这时候 你要去配那个 单体的那个东西的话呢 你就去选那个 单体的那个音频 或者是有单体AV啦 就如果说 单体的那个音频 接进来之后呢 你就去选这个 哪个端口 是要接单体的音频的 接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 那个把这个端口挑出来 然后配个VLAN ID 然后呢 你就可以 可以了 所有的那个设置 就到此为止 就已经结束了 不需要有额外的 其他的那个设置 在这里面 那么同样的 如果你是视频的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选 你是那个克莱默的 你是那个奥罗拉的 你是那个MVX的 你就各种的选择 你都在这里面选 你就选了 完了 你又告那个交换机说 你这个接口 要接哪一家的音视频设备 你就告诉他 然后选完了之后 同样选这个接口 这个配置也就做完了 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就音频加上视频的这种融合呢 我们更多的在考虑 这一方面的这个方案 都已经把它考虑进来 那么你就可以去这里面 去挑一些模板 那么选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不停的去配置 整个交换机相关的那些 主播的 VLAN的 那个更复杂的那些 什么Fastleaf QOS 所有的这些参数呢 我们全把它抹掉了 就同样盖上一个参数 就是那个你的音频 或者视频的品牌 你选你的那个音频 或者视频的编解码技术 你就只需要选这个编解码技术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 帮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 一个点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种选 选完了就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说现在在那个 多交换机互联的 比较大型的网络里面的时候呢 就你会两台交换机连起来 两台交换机 每一台交换机有VLAN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 自动化的技术 叫Auto Trunk 就你两台交换机呢 你把它连起来 那么你就中间的那个 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呢 只是接线 把这个线接上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VLAN 两台交换机之间的VLAN 自动打通 不需要你再去做配置 那么这个叫Auto Lag呢 就我们刚刚在说 做链路汇聚的 多的音视频系统 比较多的那个 编码器解码器的那种环境底下呢 就会更复杂一点 我们需要一个带宽不够 10G带宽不够 我要两根10G 三根10G 四根10G 以前我们要去做那个LAG的 那个LAG那个技术呢 其实里面有七八种 算法鬼死那么复杂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不需要大家再去考虑这些事情 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两台交换机之间呢 把线接上 你要接一根线呢 它就一根线 两根线呢 它就自动生成两根线的LAG 三根线呢 它就自动给你绑三根线 全部都是自动的 唯一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呢 就只是把线接上 这就可以了 没有别的那个额外的工作去做 所以呢 这是现在我们尽量做的智能化 当然还不够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交换机呢 就给大家提供了那个API接口 就你们大家 我们刚刚说了 这其实是一个软件定义的世界 那个交换机虽然有这么多功能 但是呢 你们有更多的那个想象的 你们要去配置的 通过那个中控软件 去那个做配置的那种 所以呢 我们把那个API接口呢 可以去跟大家去合作 我们现在跟那个 QSC跟嘉莲呢 跟快思聪他们呢 其实都已经合作了 就他们从那个 他们的那个中控页面里面 选一个场景模式的时候呢 他一选 他其实呢 里面对交换机 也同时做了配置的改动 只不过说你看不见而已 他就可能选择 这是一个会议模式 但是会议模式底下呢 把交换机的配置改动了 通过API的方式把它改动掉 但是呢 我们看不见而已 所以呢 这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一个事情 最后一个呢 就是关于那个 IGMP的 IGMP这是一个超级脑袋疼的问题 那个待会儿 他们当体那几个朋友呢 他们说 待会儿叫我 趁机一两点钟的时候 给他们讲讲这个IGMP 在那边就开个小照 我不知道讲不讲 就那个IGMP真的是 很多人头大的问题 因为IGMP呢 做IT的人很少懂 做AV的人几乎不懂 所以呢 这是一个现在最麻烦的一个问题 因为呢 这在IT的这个领域里面 IGMP基本上不需要用到 而AV的这个领域里面呢 几乎不能不用 所以这是现在最脑袋疼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怎么样了解IGMP 怎么样把IGMP设置好 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 在傻瓜话的这个角度上面 就抛开原理不说 我们就在那个傻瓜话的这个上面 我们就开发了一个功能 叫做那个 IGMP Plus的这种功能 那么这个IGMP Plus的这种功能呢 就你如果说 你的那个交换机要启用IGMP 不知道启用什么的话 不知道怎么搞的话 你就敲一条命令叫IGMP Plus 或者我里面有个勾 你又把它打上 几乎90%的几率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是针对AV优化过 你就启用了就可以了 但是呢 也不见得 就是所以原理还是要学啊 就我们尽量的那个 智能化 但是呢原理上面还是 需要学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叫做 IGMP Plus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今天做个简单的总结吧 时间差不多 那么就跟大家 就是说我们要去了解 各种编解码技术 编解码技术 我们主要看三种 看三个指标 带宽 延时 然后还有什么 带宽 延时 还有画质 我们看这三个 就是你的那个画面的质量 你的那个产生这个画面 编码跟解码之间 产生的时间差 叫延时 对不对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 而每一路之间 占用了多少带宽 这是考虑每一个 编解码技术的 一个最基础的三个参数 你们逛展会的时候 见每一个厂商 你都可以说的 可以问这些参数 因为这些参数 会直接影响到这个 整个AV分布式系统的 一个好坏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那个编解码技术 对IP网络的 到底要求怎么样 你这个什么样的IP网络 才能够去 给这些编解码技术用 比如说SDVOE一定要10G 单体AV一定要PTP 这些呢 我们了然于胸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好 这一方面的设置 然后最后呢 再去简单化的 去部署这个IP网络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内容 就这么多 那就谢谢大家